手掌肌不饱满,越往上走越窄,是典型的掌强直弱的手相,形成虎吞龙的格局,容易喧宾夺主,出生家庭环境一般,从生命线初期的锁链可以看出,脑线和生命线粘贴比较长,本性偏依赖性强,处事谨慎保守,个性不太自信,成年之后生命线整体浅淡,身体素质不强,体质不佳,但脑线在成年之后变得越来越清晰深刻,信心得到建立, 脑线多分叉,不而不惊,在某个领域难以取得长足进展,生命线内侧金星球位置,有多条横纹,形成暗材纹,训工材未有杂纹,正材不纹,但暗材有一些机会,小纸水星球,有钱财树纹,有宝金纹加持,天才有一些,需要耐心发掘,感情线后期出现双条,感情阻碍多,太阳线刺破感情线,并有邪纹干扰,婚后有烂桃花干扰,异性桃花旺,亲密关系线不是很清晰, 但见横门干扰,感情方面好事多磨